全國的投中,大家好,山東投顧為民喻,歡迎收看今天走向我們呼籲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庫大盤表現,今天台庫大盤形成一個開高走低的一個修正拉回 那今天盤中最低點一度拉回65點,相對於後續在收盤是做個小跌29點的一個形態 那以今天這個量能,量能有比昨天做個縮量,今天量能只有1060億的一個量 那相對於我想,以這個波段的台庫大盤,從之前創高10882的後續 經過兩個禮拜的這個修正拉回,那這個拉回我想短短兩個禮拜已經修正了560點到最低點,修正了560點 那變成說我們再從上個禮拜,丁了一百拜習,禮拜四的時間點,我們預告各位 這個盤即將要展開一個技術性的一個反彈 那技術性反彈的話,我們各位就說,在當時在前,就是說上個禮拜,禮拜四 我們希望各位,你在最近這段期間,隨著這個大盤的快速修正拉回 你有套勞一些持股的投資客們,你就說你不要去做到一趟殺低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靜待這一波這個技術性反彈彈上來 彈上去之後,你再做到一趟叫做賣點的一個態勢就OK 那相對於就是說,我們就說在上個禮拜,禮拜四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技術性反彈,那當然的話各位就說,你當然是可以來跟緊我們的腳步 來做到一趟叫做強反彈的一個動作,循環動的動作 那當然我想這個盤,也一樣從上個禮拜,禮拜五 頂禮拜五開始,上個禮拜五漲了40幾點 然後昨天禮拜一漲了77點,兩天已經漲了116點之多 那今天做個壓回這個29點,我想以今天的一個實際上大盤的一個狀況 今天剛好我們看一下指標,就是說以現階段這個KD指標來講 他在今天已經形成一個黃金交叉,形成黃金交叉 那畢竟黃金交叉,我們在以往我們這個教學節目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是提供各位,我們就是我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模式 我們的做法,是跟坊間不一樣 坊間我想很多的投資朋友們,就是說你用黃金交叉 或者是說KD已經來到20,你去做到叫做找買點 那相對我們就說,我們採的一個比較正確的一個用法 就是說,我黃金交叉,甚至包含在KD已經來到80 我們是用一個叫做壓力跟支撐的一個觀念 來提示各位的一個實戰上的一個操作 那畢竟就是說,以它實際上今天是形成一個叫黃金交叉 那黃金交叉,我們是看一個叫做壓力的一個觀念 壓力的觀念就是說,以這一兩天的這個高點 如果說黃金交叉,它是形成一個叫短線上的壓力 那這個壓力只要去做到一趟突破,那當然的話 這個就會是各位一個叫真正的一個確定的一個買進點 所以說,今天大盤做一個連續兩天反彈之後的一個修正小壓回 亮縮,那指標形成黃金交叉 當然的話,我想這個盤 我們這個預計,這個說是一波技術性反彈 到目前為止,依然都還在走一個叫做延續 那走延續的話,各位你要去密切觀察 在從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跌破的這個 月線、季線跟半年線 能不能在這一個波段的一個技術性反彈 去做到一趟成功的一個失而戶得 我想這個,是這一波反彈上去 我們要去做到他們密切觀察 尤其是說,如果說最下面這一條半年線 如果說連回都不回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想這個代表這個盤 已經慢慢開始 去形成一個叫走空的一個態勢 那尤其目前,我想這個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1500多檔個股 到目前為止,大概已經 盤式上它的一個技術面 已經開始走空這種標的 大概差不多已經有一半的個股 都已經陸陸續續,正式開始走空 這個走空,我想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不能 忽視它的一個事實的一個存在 我們在過期的操縱 我們一定要去做到一趟順勢的一個操作 順勢的一個操作 那你也無論如何 盤式 該多就是多 該空就是空 我想這個 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點 尤其要請各位去做他的密切留意 到底談上去 談上去這個半年線能不能去做到越過 那越過的一個前提 字字少少 短線上已經開始直穩了 那直穩開始這個多頭的架構 都依然還在走一個延續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要這個盤後續 就用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一個 時間來 化解這一段這個快速拉回 他的一個 套牢的一個賣壓 所以說 這個後續我們就說 整個這一波基督性反彈 談上去我們真的還是要密切來觀察 這個月線 這個半年線 最基本的 最下方的這條半年線 能不能去做到 重新的一個私額戶得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就以實務上的一個操作面 就是說 我們就說在這個波段 從上個禮拜四以來 丁內百拜喜以來 我們就強調各位 不殺低 那你甚至就是說 你都可以來跟著我們 來做到一趟 搶這一段的一個叫技術性的反彈 那技術性反彈我想 就是說這一波這段彈上來 當然的話 我們就說我們在之前 我們幫各位去做到一趟 鎖定聚焦的個股 其實我老實說我們在這個周休二日的一個當時 我們有特別幫各位去留意四個族群 那這四個族群包括像 3D感測 電動車 甚至包括像 這個 人工自費 自製會 跟這個 相關一些缺貨 缺貨 的一個漲價效應的一些個股 就當作在這個階段點 這個搶這個技術性反彈 尤其是目前這個階段點 大盤 相對弱勢 月線季線半年線 都做到跌破 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就所謂的OTC指數的部分 OTC 以目前的OTC指數 到目前為止 它都還是依然 這個不好看 就是以OTC指數現階段 就是說 它這一次的一個回撤 是回撤到 這個上彎的一個半年線 去做到上利手 那回撤這個半年線利手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想 就是說 以時期上我們看一下 OTC指數 就是說它這一段這個拉回 半年線 它已經做到上手柱 那甚至這一波這個反彈 包括像季線 它都重新再上回去 那現階段還直接往這個 月線的一個位置 來做到它靠近 所以說我想以現階段來講 你要避開這些外資 高持有了一些權重個股 我想這是這個階段點 你的一個操作沒有一個詛咒 那當然的話 你可以來針對我們提示給各位這四個族群 我想這個 都是一些 具有成長 營收獲利成長 爆發性的一些 具有提材性的 相關的 中小型的一些個股 我想 才會是各位 你要超高的 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最佳的一些 鎖定的一個標的 我想這個我們在 禮拜六禮拜天 上禮拜拜六 我想 我們已經直接 都已經分享給各位 那當然的話 針對我們在 這個波段 從上個禮拜四以來 我們帶各位 來做到強反彈的個股 我們總共有三檔標的 包括 像這個6488的環球晶 這檔缺貨 就是 矽精人缺貨的一檔概念個股 我想以這檔標的 就是說以 環球晶 我們從上個禮拜禮拜五 去做到強反彈 因為他回撤 這個上彎的一個季線 回撤季線有熟 那當然的話 366塊錢 我們說要讓切入 切入了個後續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一天就大漲30塊錢 起30塊 然後延續到昨天 昨天的環球晶也漲了個 9塊半 起9塊 然後延續到今天 今天他有做個盤中做個創高 收盤是跌5塊錢 就是說我們在今天 今天套炸 9點16分 9點16分 他漲大概10塊錢 來到這個300 今天起10塊的時候 我們把它賣掉 賣掉的後續 我想 他今天股價也是收跌5塊錢 你就說你在早上 跟緊我們的腳步 那大概短短三天 先把 接近50塊錢 14%的一個獲利下差 這是我們在這一路以來不斷跟各位強調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要帶給各位 就是說我們操作巡軟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上下 然後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是踩一個叫多頭的一個操作 當然的話就說配合了這個再從上個禮拜四以來展開這個紀錄性反彈 那變成說環球金部分我們在今天先做到實現這個獲利的一個動作 高點16分 還漲10塊錢的那個時間點 416塊錢 這上下我們先把他去做到實現獲利 收盤也壓回一個5塊 另外包括像這個2455的這個像前薰的一個部分 前薰今天有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這個拉回 那尤其以全新這檔標的99塊錢我們做第四趟的一個操作 尤其這檔高票我想我們已經到目前為止已經操作過四趟 從這個11月14號 當時在這裡我們那檔也燒高的燒五天 他已經做到一檔創高 創高之後 這邊做創高 創高之後做一個修正拉回 拉回剛好五天 燒高他燒一禮拜 我們就是盯住這檔標的 然後要帶各位去買 買在這種叫做轉折七張點 我們買在這種叫做強勢轉折的地跟K棒 一切入 買在這種七張點 一切入就是馬上轉 我想 這檔 到上上個禮拜五 我們108塊錢去賣掉一趟的一個後續 這頭錢已經 三趟的燒作已經獲利達到45%之多 相對就是說 你再從上個禮拜禮拜四 我們預告各位這個紀錄性反彈做展開 當然我想 以他 又做到回撤 那回撤連上彎的這個月線 連碰都沒有來 這是一檔 超強勢表現的一檔個股 當然 像前薪 上個禮拜禮拜五 亮燈鎖住漲停 連續到昨天 連續 第二天的一個漲停 當然我想以今天在盤中有做的比較大幅度的修正拉回 那這個拉回我想我們在今天一樣持續性 109塊錢 我們再買一趟 我們還買一招 收盤是漲了109.5 這個都是 後續 他還在做一趟創高 創高 明後天 我們依然這個快打部隊的策略 還是要持續性 要帶著我們的會員朋友 來做到這個實現獲利的動作 連續兩天的所漲停 今天做個壓回 我想這個 漲勢都還沒有結束 都拉上去 我們一樣快打部隊 還是要帶各位來做到實現獲利 另外一檔包括這檔 6120 答運的部分 我想這是一檔 OLED相關的一檔概念個股 那這個也是 我們在昨天也分享給各位 這份研究報告 是有關你這個蘋果 他要去這個三星化 他針對這個 OLED 相關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零組件 一個關鍵性的一個原料 就FMM 這個部分 導入到這個 友達集團 這個 達運這家公司 變成說 這是多頭架構 是無庸置疑 創高之後的一個回測 回測到月線流手 重新再 暫回這個月線 那變成說我們在 一樣上個禮拜 就說他要帶進一個後續 在從上個禮拜五 上禮拜五 起3% 然後到昨天也漲了個7%多 今天有做個小弧度創高 有做個壓回 那我想這個 漲勢 亮縮 小壓回 我想這個都無礙於他 後續的一個 攻勢 那變成說 我想包括 像 我們在今天針對我們搶劫的這三黨個股 像環球晶 大概50塊錢的一個價差 已經獲利 換口袋 然後這個245的這個全新 全新 兩天漲停之後 今天做壓回 我們再做一趟加碼 詳細說包括像這個 6120的這個打運的部分 往前 就是上個禮拜有漲3% 昨天漲了7% 大概等於超過10%的獲利 今天做壓回 那等於是說 後續 再做一趟攻高 我們一樣 快打部隊 帶各位來做 實現這個獲利的動作 所以說 沒想到這個掌握就是 大盤 他還在延續這個叫技術性反彈 那這個技術性反彈 我想我們還是 不斷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如果是說有一些屬於一些 轉空 他的個股的技術面已經開始轉空的 這些個股 尤其是說 如果說各位你自己無從判斷 你不知道你的股票 到底是怕肚子 怕空 甚至說包括 談上去到底 什麼價位 你要去做掉他賣的一個動作 我想我們在昨天也都直接 提 就開放我們這個持股 這個檢視的一個活動 那變成說 你有相關一些持股上的一些問題 你都可以直接 丟到我們昨天 我們提示給各位的這個 這個網址當中 那當然的話 就是說 針對你的持股部分 趁反彈 我們一樣建議各位 轉空的個股 你無論如何 一定要腳底抹油 腳底抹油 一定要酸 不要說 還可以處理的那個當下 你不處理 等到後續 快速拉回的 後續 我想這個 虧損 就會做到 不斷不斷擴大 當然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特別開放一個 就是 體驗這個 眷空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體驗 眷空這個活動 當然的話 我們就說 從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開放兩天 等於是說我們有幫各 去鎖定 兩檔 高價位 高價位的 轉空 這兩檔個股 那我們在連續幾天 也跟各位強調 我們不希望各位 窮扣莫墜 已經大盤 做個快速拉回 很多個股都會拉回 拉回他展開 急性反彈 他也會彈上來 彈上去之後 我想我們這兩檔標的 你在上禮拜四禮拜五 你有來電的所有投資朋友們 你就當然知道這兩檔 這個我們鎖定要眷空的這種個股 還沒出手 還沒有出手 變成說這兩檔個股 這一兩天的這個反彈上來 我想 其中一檔 他已經來到 到我們的一個眷空的一個壓力區 等於是說我想 不知道說我們會在明天 明天 我們會抽出 這個部分的這個 賣掉這個多單的一個資金 然後陸陸續續 開始 針對這些已經轉空 這些標的 我們開始 來做到 眷空 抽出部分資金開始來做個眷空的一個動作 當然我們希望各位 所以你不要你一定要正視目前的這個狀況 很多很多的個股 差不多一半以上 都已經開始走空 那開始走空 我們希望各位你無論如何 要根據每檔個股的這個走勢的差異性 你去做你該做的這個動作 那不然我們在明天就預計 針對我們幫各位去鎖定這兩檔這個已經開始轉空了這兩檔個股 我們在明天 正式 抽出一部分資金 開始做到一趟部分的這個眷空 那我老師我們在今天就特別我們在開放一天 如果說你想要跟著我們來體驗 什麼叫做眷空 你不敢空 甚至說 你不敢空 我老師我們帶各位來空 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個這次這個體驗的這個活動 目的無他 就說希望各位耳後 大盤已經開始走到這個 這個往下的一個趨勢 那個當下 我們就希望各位 你那個眷空的一個動作 要慢慢去做到他習慣 那等於是說我們這個開放這一次這個體驗帶進 這個眷空的這個活動當然的話 就是說 為了未來的一個長期的眷空 我們先來做個準備 先來做個練習 那變成我們在今天特別在開放一天 你想要在明天 直接 跟著我們 就是說針對我們鎖定這兩檔個股 來做一趟眷空的投資朋友們 那等於說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說到我們這個LINE AT 來做個登記 那為了說我們就說 在明天 金仁東高平 到了我們的這個壓力區 這個當下 我們就帶各位 直接來做到一趟 這個體驗 什麼叫眷空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動作 那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是說到我們這個 我們的網址來做登記 然後我們在明天 就即將開始來做這趟眷空 好 今天節目告個段落 謝謝收看 謝謝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